按下頁 對 好 不好意思 我是 不好意思 我是那個一樓網 在座好像都是網路的原住民 那我們這些四年級生 剛剛還有人講說 我們是長青族 我們大概是那個網路的畫外之民 所以來到這邊真的是很痛苦 也麻煩了很多人 也是謝謝很多人幫忙 我今天要講的是一樓網的 API 就是我們是一樓網網站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現在已經目前有在營業了 就是七年做到現在 那我們會來的話 就是因為我去找唐鳳正吾 我是A1的話 就是他告訴我說今天有這個活動 B的話就是說 我是2月14號這四次到他的創新中心去找他 然後今天來的目的是要招募志工 就是要把一樓網的資料 API 讓大家來使用 要放在微軟的這個平台上 然後我們是做什麼東西 一樓網是建置台灣公益大廈資料庫 台灣公益大廈裡面的內容 是一張使用執照 使用執照就是一個房子的出生證明 然後他們下面就是完工的時候 政府會給一張使用執照 下面這個是銀建室的使用執照查詢網站 裡面按進去就是各縣市的查詢網站 然後執照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現在要做的就是 銀建室的話70年到97年 總共137萬 133.7萬筆的資料 就是大概他核花了133萬斗的一個房子的資料 裡面那個綠色框框的 那個就是我跟銀建室要了十幾年以後 他給我的FETA資料 這是前省的21個縣市 從90年到106年 所有的建築使用執照都有 這個大概有三百多萬元 目前就是要把這三百多萬元 全部都放在網站上 然後這個有一個 執照有個問題 是他沒有告訴你說 這一張執照叫地保 這一張執照叫清潔 沒有 所以我們還要再去找 然後這個就是一樓網的現況 右邊那邊是跟那個 中方地址調查所有連線 然後我們是PHP資料庫 然後下來這個是一樓網的資料庫裡面 A1 ABA 2 這個都是要用人工去輸入的 那下面跟中方地址調查所連線 或是跟榮委會的水土保持局 那個土石林要連線 然後B的話就是實價登陸的平台 這個房子每一庫是賣多少錢 這個的話就是銀建署他沒辦法做 沒辦法做就是銀建署他公布的 都是單一地址 那我以這個收合例點來講 他有兩個地址 可是你單一地址的話 你沒有建置這個使用值 照一支樣 你沒辦法顯示出最夠大為的安全 所以他沒辦法 一直說要公布那個什麼買賣成交價 沒辦法公布 就是因為他沒有建置這些 那這個是香港的 香港的民政事務署 就是跟我們一樓網一樣 這是政府在做的 那這也是香港的 要徵求什麼 要徵求社工 這是說我現在有三百萬筆的使用值照 然後使用值照是有Data資料 然後我就要打他hold out口上 然後要API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今天爆滿了 來上一個是沈志偉 謝謝 謝謝